安提瓜和巴布达队 而在这个项目上 美国队曾经在前11季世锦赛中 拿到过8个冠军 但是在过去的3个世锦赛 和两届奥运会中 都是博尔特带领的亚买加队 夺得了金牌 闪电博尔特最近在百米的成绩为9.79秒 而从中国队今年最好的成绩来看 第一棒莫有雪10.7秒 第二棒谢震义10秒25 第三棒苏炳天9.99秒 第四棒张培蒙10.13秒 在28年前的罗马世锦赛中 当时的中国男子激励队 破了亚洲记录才闯进了决赛 而那是28年前上演的一个东方奇迹 而在这次比赛中 是中国队历史上 第二次闯进世锦赛 男子4成100米的激励决赛 那么这四位中国小伙伴 能否创造奇迹呢 这三位中国小伙伴